嗨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剑 那么咱们今天来玩这款独立恐怖游戏 名字叫做 Fairs to Fasten Home Alone 翻译过来的话呢 就是难以想象的恐惧 一个人在家 在这款游戏中啊 咱们扮演的是一个13岁的孩子 要一个人在家中 独自度过一整个周末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观众问了 啊红剑红剑呢 他的父母去哪里了呢 是这样的 他的父母不在家的理由啊 也非常的传统 非常的经典 非常的老涛 就是工作原因要出差了 按理说 这不应该是个恐怖游戏 应该是一个好夜游戏 为什么这么说呢 父母不在家 没有人管咱们 咱们可以吃吃吃 玩玩玩 睡睡睡 对不对 就都没有人管的 肯定很开心嘛 但是呢 这款游戏恐怖的点 不在于你一个人 独自在家度过一个周末 而是在这个周末的某一天晚上 一个陌生人 敲了你家的门 哎呦 这个东西就非常恐怖了嘛 咱们才13岁呀 对不对 所以咱们就游戏开始 感受一下 这段恐惧的旅程吧 Fairs to Fasten 第一章 一个人在家 7月12号 我不想晒出这个到 Reddit网站上 只因为它被称为一篇小说 我甚至不知道 从哪里开始讲起 原谅我并不擅长讲故事 我想我将要开始了 那是一个暑假一半左右的时间 就暑假中期 我的父母因为周末工作要出差 所以不在家 也就是我要独自度过一整个周末 我感觉我的睡觉时间 就生物钟都乱掉了 我能够在任何时间起床或睡觉 很真实啊 尽管我做了很多计划 来修补我的这个生物钟 我觉得这个是修补回来的 在你父母回来之前 你是修补回来的 好吧 除非你特别的自律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就你这闹钟 你还闹不行你吗 能闹 我醒了 我现在想去吃点东西 想napnap 有点饿了 想咀嚼点东西 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啊 13岁男孩还是女孩 我也没有仔细看 咱们的房间 这还有个通风小口 一幅画 房间是L字形的耶 这还有个书柜 衣柜 看样子应该不是特别现代啊 这是咱们的这个写作业的地方吗 我能写作业吗 现在 我是个爱学习的孩子 我要好好写作业好吗 我饿了 饿了 那先吃啊 吃了再写作业也是可以的嘛 给这个大脑补充一点糖分 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 好棒啊 灯是能开关的嘛 这个按钮是不能互动的 妈妈发来了一些短信 哇 这么多信息 你们等我看一下 OK啊 那么刚才我简短的看了一下信息的内容啊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爸爸妈妈离家出走 不是 这个出差去了 然后给咱们留了点吃的 让咱们好好照顾自己 大概就是这么一些消息啊 跟我开头说的这个其实是差不多的 哦 我们的房间是在二楼耶 好棒啊 那这边是父母的房间吗 哎 这门是外开的 哇 父母的房间不开灯耶 可以开灯吗 好像没有灯可以开 哇 父母的房间还配有电视 哇 羡慕了好吗 躺在窗上可以看电视 这太舒服了 再拿个游戏机 拿个Xbox对吧 拿手柄一接 哇 惬意的生活就开始了 不过咱们好像不能开父母房间的灯 哎 这什么 啊 可以蹲下 哦 矮人视角 咱们可以蹲下这个地方 啊 瞄一瞄一眼看一下外面有什么东西 明白了 那我能离开这个家吗 哦 我可以出来的呀 哦 我去马路上看一下 哎 一股无形的力量 挡住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啊 相信是咱们没有通过9981难啊 不让过去 行吧 咱们得闯一闯 我记得我是要吃东西来着 我先浏览一下我这个家 先不吃东西 哦 后院还有车库耶 咱们家的车 哇哦 小红车 是我喜欢的颜色 那这边能出来吗 啊 又一股无形的力量 把我们挡住了 哎 哎 为什么那个人开的车 跟咱们的车好像是一样的呀 该不会这个游戏里面 所有的车都是用同一个建模吧 啊 发现了作者偷懒的地方 啊 后面还有这种小台子 这个地方朋友来的时候 可以在这地方玩玩桌游啊 喝喝奶茶 哦 小游泳池 可以练游泳 好棒啊 我也想要这样的宅子 好吧 我太穷了 啊 哦对 把门关上 万一有坏人从这个地方进来 那就不好了啊 对不对 那就不好了 关上关上 全关死了啊 啊 这边应该就是客厅了 还有壁炉什么的 啊 电视也有 沙发电视壁炉 行吧 那咱们现在做点吃的吧 这个家参观的差不多了啊 基本上地图我已经背熟了 吃什么呢 哇哦 好多吃的呀 我家冰箱也有这么多吃的就好了 我看一下 吃 这个能吃吗 不 不能吃这个啊 这个盘子没有洗 这肉咱们会做吗 不会做饭吗 哎 为什么冰箱关上了 不会做饭吗 哦 13岁可能不会做 但我13岁其实已经会做饭了 可乐 哎 这些都拿不出来 这 这是什么 啊 食物需要加热一下 这是冷的食物 怎么加热啊 直接放上去吗 我食物呢 哦 放在烤箱里面了 哦 不用火加热啊 也是 13岁嘛 这个咱们要用火安全 对吧 还是尽量 能不用火 用这个电加热 就用电加热吧 食物好了吗 食物好了吗 我已经饿了 哦 食物加热好了耶 但是咱们现在要边看电视 边吃这个食物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食物啊 反正就是红红的一坨 居然有边看电视边吃东西的习惯 看来果然全地球啊 哪里的人都有一样的习惯呀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台是播什么的 等一下 哦 好像是一部感人的动漫啊 听BGM 挺不错的 来啊 坐下看电视 这是什么 这是千层面嘛 加飞猫的最爱 音乐挺震撼的呀 这电视 哦 这个风镜不错 勇者找到了山洞是吗 哦 这个电视 我觉得看着挺有意思的耶 没想到细节做得这么到位 这个电视真的能播东西 而且播放的画面都挺有意思的 哇 科幻片吗 哇 哇 amazing 这 诶 诶 这 怎么就重播了 看完了 看完了之后 咱们从这个沙发上起来吧 估计现在要去睡个觉 我也在想 这人怎么回事 吃完睡睡完吃 对吧 咱们不是刚睡醒起来吃东西吗 然后又要回去睡觉了 妈妈又发了短信过来 妈妈说啊 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 估计明天就回来了 让我们检查一下冰箱 冰箱已经关上了 这个冰箱一定好好关上 不然的话里面食物容易烂掉的 而且冰箱会结霜 结霜之后特别难清理 啊 回房间睡觉了 突然感觉咱们跟猪一样 真的 这刚睡醒吃完就要睡了 我没有关上我的门 不关门的话不能睡觉 没有安全感 现在就安全多了 舒服多了 这个房间通风也很好 有两扇窗 而且是不同方向的窗 好棒啊 睡觉 作业还没做 对 咱们还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 对吧 还是要记得写作业的 毕竟刚刚大脑吃了千层面 补充了糖分 开始吧 不知道这个作业难不难啊 13岁的作业 那个时候在学什么呢 我记不清了 回忆不起来 作业这就做完了 哇哦 做得好快啊 就做到了12点38分 13岁作业要做到12点38分吗 妈妈又发信息了 妈妈让我们早点睡 不要待太晚 行吧 那咱们睡觉吧 听妈妈的话好吧 听妈妈的话 调一下生物钟 不然的话 这父母回来之后呢 就难受了 1点16分 咱们要起床喝点水 有点渴了 故事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刚才一切都这么温馨 现在关了灯 夜深了 人静了 终在滴滴答 咱们来 寻觅一些水来喝 这后门是没关上吗 关上的 行吧 咱们来密个石 密个水 我看一下水在哪里 还是冰水 好棒啊 行啊 喝饱了 这个瓶子就随便放吧 我也不知道放哪里 家里的垃圾桶我没找到 然后咱们回家 回房间睡觉 口不干了 蛇不燥了 接着睡 妈妈又发了个信息 啊 谁在我们家门口 我下去看一下 有人在咱们家门口 不是呢 我妈是怎么拍到这个照片呢 对 我也想问你是怎么拍到这个照片呢 是 保罗阿姨 发给我的 是保罗阿姨发给我的 说有人在咱们家这边 窗户这里偷偷摸摸的 我们已经报警了 你赶紧锁上所有的门 然后躲到你的房间里面 不要回答任何 这个敲门的人 我能从这个窗户里面 我能从这个窗户里面 看一下吗 好像是个 我的 他不见了 我心跳得很快 他去哪了 赶紧回房间 赶紧回房间 快回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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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动作够快的呀 伸手可以 锁上锁上 把门锁上 这能锁吗 哦 可以躲到床底下 不会进来什么坏人吧 好像是窗被砸了的声音 我就躲着了 我就不出去了 谁按咱们家门铃啊 不是 我看一下 这边看不到 破的不是咱们这边的窗 那如果窗已经被砸了 为什么还会按门铃啊 是保罗阿姨在按门铃 啊 保罗阿姨来救咱们了 你听到了吗 是保罗阿姨按的门铃 妈妈表示很抱歉 妈妈会尽快回来的 是保罗阿姨按的门铃 保罗阿姨来救咱们了 那我现在要去给她开门吗 我来了保罗 保罗我来了 这怎么办 好像有坏人在父母的房间 保罗我这不敢出去啊 保罗 冲下去给保罗开门 这样才能救咱们 还有门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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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游戏它就自动闪退掉了 就关掉了 不是我根本就来不及 给保罗阿姨开门啊 我才刚走到楼梯口 他就 就闪现过来 你知道他伸手贼快 又到了1点16分了 我要去父母的房间看一下 啊 父母的房间不是装了防盗网吗 那这个坏人是怎么进来的呀 他能缩成这么小一格吗 哇 坏人是怎么进来的呀 太奇怪了 我又来喝水了哦 来 喝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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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蹲蹲蹲蹲蹲 好 然后回房间 陌生人出现了 陌生人出现了 咱们来看一下 对就是他 就这个老头 就他在上上一试害了我们 这是发现我们的吗 但他这一次没有跑掉哎 但是我确认了 咱们父母的房间有防盗窗呀 他怎么进来的呢 他缩骨弓吗 啊 能缩这么小一格啊 我要在我房间里面躲着 我能紧张的时候能做作业吗 不能 我 我是爱学习的好孩子 我爬床底 我们接着爬 我不管 对不起 保罗阿姨 我真的不能给你开门 出去就死了 这要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趴到父母回来吗 哦 我听到警笛的声音了 是警察吗 哦 警车 好耶 警察叔叔来救咱们了 哦 不是砸开了窗 这也不是什么防盗窗 哦 就是砸开了窗 他是怎么把这个防盗铁一起砸烂的呀 谢谢你 警察 对吧 他把这个铁杆一起砸烂 砸烂的是怎么做到的 谢谢警察 哦 保罗阿姨 你怎么这么黑 吓死我了 保罗阿姨你好 我被保罗阿姨吓了一跳 哎 哎 这游戏怎么 完结之后 自动就关闭的 就自动就黑屏了 OK啊 那么咱们今天这个游戏 就先玩到这里 我觉得这个游戏 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以第一人称视角的 这么一个体验 去体验一个人在家 然后半夜有人敲门 不要给这个陌生人 开门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咱们今天这期 独立恐怖游戏 就先玩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记点赞三连 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Piuu